作词 李宗盛 接下来请收看大宝福藏在古单 接下来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来到布丹第四任王后 为第四世国王所建立的108座佛塔 又称凯旋塔 晴朗无暇的晴空 昭示着海拔3500公尺高度 与清新冷冽的空气 沁人心扉 是不但境内宽赏西马拉雅山脉的最佳地点 这些山峰的高度都在六七千公尺 非常难得此行天气晴朗 能见到如此美丽壮硕的雪山峰地 怀着悲悲的心情 慈悲的海淘法师 领众前往绕塔 祈愿赏公德 愿有情罪障消除 无病无苦 常随佛学 得佛护佑 往东往西 都要靠这条公路 而且常需要翻山越岭 都除了爱口 是首都亭部 往东去布丹的旧都 普纳卡必经之地 而高耸于 楚都拉爱口山里上的 一百零八座佛塔 则是王后 为前赴战场的国王 祈祝平安的祈愿所造 也是国王领军圣战的纪念 来到山云缭绕的一百零八座佛塔前 众人随法师礼佛祈愿 灿醉消遣 并将此殊胜功德 为师六道友情 愿法路均沾 虎接违向 顶重前来朝圣的海陶法师 也在当下 于佛塔前 为众人开示 丹华生大师 为圣地加持的福藏法药 丹华生大师特别福藏加持 凡是来圣地 做各种的礼拜 祈请供养 点灯 等等功德 是最殊胜的 不但可以消除 累世的业障 县世会得到富贵 长寿等等的功德 更重要的来世 能够不堕落三恶道 而往生净土 那佛陀更说 凡是有设立塔的地方 能够虔诚地供养 忏悔发愿 必定能够埋怨 所以我们现在 大家意念一下 自己的贪嗔痴 所造的业障 更要发起大悲菩提心 愿待众生 做大忏悔 天下 往昔所造诸儿耶 往昔所造诸儿耶 今有无事贪嗔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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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生于义之所生 今对佛贤求忏悔 今对佛贤求忏悔 忏悔自己的我执 因为我们有这个执着 所以就会起分别心 而造业而轮回 更伤害众生 那如何消遇上最快 那就是要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就会发四鸿四愿 发四鸿四愿 那么有这个愿菩提心 那叫实践 波罗蜜 自立立他 那圆满了波罗蜜 福会圆满 才能够真实成就佛道 而利益众生 所以我们在佛坛面前 就代表在 入佛的心一样 入佛的房间 愿我们的心跟佛心 和为一体 也愿所有众生的心 都发菩提心 所以叫心佛众生 伤无差别 本性都无差别 这是佛圆满了 那我们呢 要朝这个方向努力 所以我们要真实的发愿 那发愿要度众生 首先一定要进化自己 如果自己内心烦恼很多 那怎么办法去帮助别人 所以既然发愿了 那就应该要进化自己 要安住空性 自信众生誓愿度 自信众生誓愿度 自信烦恼誓愿端 自信法门誓愿学 自信佛道誓愿成 一百零八座佛塔 刻意象征诸佛菩萨的法宝 作为装葬的宝物 因此也象征着 诸佛的加持与庇佑 那所谓塔 也叫一个次地 菩提道次地 从下面的路山归一门 然后呢 仁天道 宗室道 上室道 就是一步一步 所以最后成佛 燃起燕共香云 在一百零八座佛塔圣地前 众人 顶伍至臣 上供诸佛菩萨 下师六道友情 愿借香云遥绕 苦作供养 逛街慈悲善缘 在佛塔旁边 这一片美丽的森林 是不单的皇家植物园 各类树木 郁郁葱葱 长得十分高大壮硕 朗天晴空下 众人拉起串串佛番 引逢高扬 要是经说 为病苦者 挂四十九面旗 就可以消灾严寿 佛号神中 在圣地高领上 跨起四千多年的经番 随风传扬 佛法慈恩 在不单 佛教信仰的传承 与藏地 有着密不可分的地缘关系 而金凡在藏地 又称风马骑 在当地 人们相信风马 可以上行下达 因此将骑视为 向上骑愿 与诸佛神骑 下化众生的法器 供养或挂志经番者 可累积福乐 长寿健康 及无障的因缘 而起面上 所印的经咒与佛像 也能随风填补十方 为环境与众生 抵消罪业 传扬佛法功德 此外 借由这些色彩缤纷的 金凡其海 提醒众生 修陪慈悲与智慧 实施意念三宝 也为解脱 成佛 仲下 菩提真音 挂金凡公德 挂金凡公德 斯佩德 便圣物皆回向 便所有功德 为师 霸界有其 用力的十方 第三土深净土 四方三世一切佛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和沙 一切菩萨摩和沙 摩和波勒波罗咪 每一个金凡都是一个净土 都是一个佛力的加持 念诵了各种的经典咒语 利益无量无边众生 被视为其子求福之地的 吉美哈康寺 位于亭布半山腰上 其信仰的传承 来自一位被称为 宗教狂人的尊者 达妈 林竺巴嘎列 看板上 记载着 达妈 林竺巴嘎列 总是以颠覆传统的风格 甚至 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形象 挑战人类社会 所确立的规范和公约 戏照下 迎风摇曳的九重格 仿佛正为农忙中 了起的野火无旧 就像尊者 林竺巴嘎列 将金刚藏传统 人格化的举措 亦如彰显万物皆有的佛信 传说中 尊者总是刻意描绘 夜夜神歌 灯红酒绿的流浪汉形象 但在信徒眼中 却是超越宗教理俗与文化 布尼俗套的潜味之志 因为它就像一棵许愿书般 对于前来祈愿者 总是来者不惧 因此 人们相信这样的慈悲 既然也能聚集 也能聚集相对乐力的能量与祝福 山风阵阵 亭亭陈列的起帆 夜阴风飘扬 犹如波涛阵阵 传颂佛法 在普纳卡 风景总是充满诗的意境 哪怕是木崖吞去了颜色 换来一幅幅 幅默凝绝的景叹 却更简脱俗 犹如 浮藏入心的发喜 借由众善妙手的主缘 慈悲咽共诗诗法会谈成情 备满了各式丰盛的法盐 晚间 透过慈悲咽共诗诗法会 排到法师 为众人开示法药 也借由妙善法盐 与六道友情 广结善缘 厚持菩提 特别在修仪轨的时候 诸佛妙法 贤圣尊 直至菩提 我归以 还愿生生诗诗为上道地震 长水佛学 以我所修诸功德 那你要真实的去累积功德 我们走到哪里都做烟工啊 点灯啊 撒水啊 乃至念佛啊 每一个经凡走过去 你都问讯 感谢观音菩萨 欧茫尼佩明 黄色黄光 白色白光 你要做观想 开发自己的佛性 所以我想仪轨本身很短 然后呢 我们这样观修 那就把这个好吃的 变成一种妙玉 不会拉